最棒 打到了反方向 還在飛喔 有沒有機會 還在飛 在全雷達槍前跳起來嗎 沒有接到的話 全雷達 不過看出以前的動作 他好像覺得有機會 他覺得有機會 就剛好越過去嗎 而且 看看有沒有再近一點點的鏡頭 看看他手套位置的差距 不過這球失頭啦 因為尼克斯又 這球帶起來 反方向 是看著球嗎 還在飛嗎 千里之外了 送你離開了 這被設定到了 所以手背上的狀況這個時候呢 讓統一在這個半局是有收穫 前面兩次遭到尼克斯三陣的蘇智傑 在這個時候開轟了 這球出棒 是不是打得還蠻遠的呢 兩個人看著球 越過去了 送你離開 還追平 直接追平比分的 楊川全雷達在小胖林鴻鈺這邊 而且他是在糾纏好幾顆借外球之後呢 還是把球給打出去啦 對 所以回到我們在講是以前的課題喔 可能 今年球一結束到明年球季 就直接把球給紅出去 而且這一棒阿達利也蠻不錯的 還在飛千里之外了 送你離開 勝了 這個呢就不是越過去而已了 背靠背的全雷達 哇 這就是 LAMIGO暴力園打現恐怖的地方 四五兩棒接力的全雷達 畢竟是今天投的比較掙扎喔 取得勝頭 有可能取得勝頭資格下 讓他繼續投喔 所必須負擔的風險 這時候發生了 哇 結果這一次 是不是逮到了 球還在飛馬道的圈打 搶錢啊 越過去啦 紅牌 滿灌彈 你閃過了朱玉賢 但是你逼不掉陳俊秀 那這個時候四分灌下來 本季呢 本季呢 第四支的全雷達 但是因為是一支 滿灌彈的關係啊 讓統一這邊 還是受到了重傷害啊 瞬間呢 就把這個差距呢 給擴大 哇 結果這一球 阿達利看著球千里之外 送你離開了 上到第二層看台 來 郭富林 今天呢 有把他的狀況 可以找回來了 場上又一支全雷達 今天 那倒數一支囉 最剩一支 就是桃園球場的八百轟 比賽裡面結束 甚至會不會在這一場 就直接出來 原本五九三 我們還想說 主場三連戰 有沒有可能 結果沒想到這一場就六支